Helsinki 作曲过程 赵兵俳一杯 赵兵俳一杯 我回到达 ,阿猜表叔 CJ很喜欢我笑声 他的笑声也不算弱 笑得很豪气 iktq 这个影片说两条蟲 一条就是盛丛 另一条是咸丛 教人吃旅的,要给几皮,你老板 你有没有问过七表叔 七表叔说过给他听 七表叔不喜欢拍拖,因为太浪费时间 但你觉得我会不会,交捋或交友,当然会 手到拿来 你一说到MW说,一说到交捋 七表叔可以立即即场,没问题 因为我想你看到我很多表情 说成龙多蠢 这部电影应该是合拍片 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无端端弄个这样的剧本 一个剧本要通过很多人批评 你才会成行成市拍成电影作品 没可能经过这么多人 都可以给他批评 你明明全世界 上面上天的星球 九大行星的人都知道成龙不是一个好爸爸 搞到儿子,都不要说女儿了 儿子都吸毒了 有什么好事多维 他说 他说 阿七表叔很多追求女儿的秘笔 哈哈哈哈 没有 其实我是知道的 但我不会做 我是知道的 为什么呢 你对我客户服务 潘奥到邓小贤 以前的说法是潘奥到邓小贤 但我先告诉你 刚才明明有个网友 他说什么 要表演 哈哈哈哈 我明明看到一个网友 讲开鬼王 左手面的位置 戴眼镜 他其实追求女儿 就不用帅子的 追求女儿完全不需要帅子 但要有办法 还有要有钱 你没有钱 不要紧要 你要有办法 好了 我们看一下 他说 阿成龙的电影地 这个龙马精神 其中有一幕是讲述 跟女儿重温自己 昔日拍摄的高难度特技场面的时候 受重伤的画面 跟着父女两个人感触 声力俱下 场面感人 这个是最没说服力的 对不对 你很选不选 你说他的女儿 其实很尴尬 因为他现在差不多70岁 你找哪个年轻 其实阿成龙 你又不是穷的 你做什么现在还要死出来 对不对 很多人真的很想看他 对不对 你说以前的猴子戏 好像打中国功夫 那些特技 特杀 有米 极有 细 我最擅长做细 怎么样 喜不喜欢 女王 哈哈哈哈哈哈 认不认同 有米 有米 自然有 很多浪漫可以用钱买回来 那些 整个买了个电子银木 寫 I love you 那些 那些 找直升机 你没有看过 Fifty Shades of Grey 说过有钱仔 就是追求那个小女孩 去玩S M 我不想说得这么快 因为AI会搜索我这些字 一会黄标我 你那个Fifty Shades of Grey 中文是什么 什么五十维度 哇 那本书呢 多多人看 其实说真的 书呢 我是拿过一下 没有那么多时间 但我以前的同事 看到饭都不吃 由二十几岁到五十几岁 你们有没有看过 Fifty Shades of Grey 因为太过流行 接着他就把他拍成一二三部电影 有三本书的 你知道吗 其中 真的有钱就自然有办法 但如果你有钱 你都不会有办法 去追求女孩的话 就真的虚张 好了 我先说这一个 他说 星雷区下 那是怎样星雷区下 你看到镜头前 这个成龙呢 成龙的 他说 他说 什么 女傭 女傭说money no money no money no honey 都是 不过 以我以前在公司 我自己本身 从来都不喜欢 跟公司人客 或者同事拍拖 因为五十道灰 什么 Queen Yin 谢谢 因为 在公司拍拖很麻烦 如果你跟那个人 是不work的话 接着被人说 说国泰 公司有多少年历史 六七十年历史 你就被人说了这么多年 我很不喜欢一样东西 所以我索性 就不会跟公司人拍拖 但是我经常听到公司人 他说拍拖 哇 很多不英俊 生得丑 但是 很透 可以 草吹 其中一样 所以 另外 也很重要 你追求女生 有没有钱 最重要 你是不英俊 你哄到他开心 最低限度 有少少幽默感 有少少幽默感 应该都受欢迎 就算你不是追求女生 也好 你应该都在朋友之中受欢迎 好了 他说声泪俱下 他说什么 他说 他说 你以前和街外人拍拖 我以前喜欢我的朋友介绍给我 所以 所以 CJ 那天 和靓靓师傅说 我给我八字去看 靓靓师傅 你也没有什么拍拖 我说 就是 我就是没有什么拍拖 我自己也知道没有什么拍拖 所以索性不拍 我免得浪费时间浪费弹 又不是没拍过 但是你说我 懂不懂拍拖的桥段 因为我以前做过编剧的底子 你叫我 说就当然是天下无敌 但是做就无能为力 但是我可以想到天花龙凤 哈哈哈哈 想起都爽啊 大佬 是不是先 到时 我去到某些剧情 我才爆点料给你听 哈哈哈哈 另外 他就 不过电影上映了之后 这一幕就遭到网民炮轰 指成龙在电影中 大演这个慈父的 父慈子 父女情深 好心 你说这一个剧本 经过这么多人的手 眼睛 都看不到 你不要找成龙做这件事 这个Alice Heu说 我也想和十姨打招呼 可惜没完 你不要在这里谈 Jay Jung说 想和Sapang拍过多少次拖 真的不多 绝对是少 告诉你 接着 靓靓师傅多衰 他说 别人相信你就可以了 事实上真的没有拍拖 因为我个人是超级麻烦的 能够令到我喜欢的人 是少之后少 哈哈 这个才是关键 你明白吗 哈哈 他说你公开自己的秘密 公开什么秘密 没所谓 其实 我相信 我觉得有什么秘密 没有什么秘密 我又不会太过抗拒 但总之 我觉得走得正站得正就算了 你问心无愧 没有特意刻意伤害 即是不注意伤害人 你不知道 但我没有全心去伤害人 不够就分手 不但我多数都是被人飞 哈哈哈哈 因为我太麻烦了 明白吗 我也很麻烦 你以为我 莫得你再选择人 人亦能选择你 哈哈哈哈 对吧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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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没有我作为单身开心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我选择和邓拍拖 她说她女儿很可怜 帮父母还花债 也不是 她说 就收档 什么意思 她说 Alice 她说 是呀 我也想和你相迎一下 十二说 喂 这个人 这个LohauQ 他说有太多愚笨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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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这个Lohau Lo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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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70734541 快点 他好像知道很多 这个鬼王 对吧 成龙不是那么多人有兴趣 我只是觉得他很蠢 对吧 谁有说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看 他说聪明了 女儿是要求高 多谢 我说 OK 大班人比我聪明了 我又不是 我只是说了 说笑而已 今天开心 叫了你三次的名字 J.Jones OK 多谢 你们写一些东西 我不是读的吗 Double Fish说 他说不是要求高 是要 要过得自己 要过得自己 对吧 说真的 你有什么好东西没见过 就是 美人 有些东西是外表 相爱容易 相处难 尤其是我这种性格 只会浪费 一瞎 一瞎 一不是别人嫌弃我 我嫌弃人 那我就会浪费这些时间 人生不是只有拍拖 所以我不会想浪费这些时间 然后他说 哇 想到这个风波 竟然吹到外国 根据英国邮报 他今天刊登了相关的报道 他说 以Jackie Chen slammed by fans for abandoning lesbian daughter Ita N 吴卓林 after a rifle video merges 他说 爆红的影片出现了之后 他那个 什么 龙虎 那个电影 成龙遭到粉丝抛转她 抛弃她 同性戀的女儿 卓林 其实他们 这里有点误道 误解 因为成龙不是因为她的女儿同性戀 就去抛弃她 是不是 他一开始 什么 他动些东西叫别人 什么 呃 滚 动些东西叫别人滚 哈哈哈哈 什么事 谁 你自己 女王 你自己动些东西叫别人滚 哈哈哈 对了 他自己爆了 不关我的事 你可以在这个镜生活里 既然你现在已经暴露了你的身份 你不妨可以在一个 开一条影片 说你的感情生活 我们绝对会 飙爆那个收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他就说 想不到 除了内地的网民 声吐成龙之外 连欧洲 欧美的观众 也加入了战团 哇 相当之紧张的 质疑成龙在人前 就扮持父 人后就抛弃 妻女的 女朋友 不是妻 是的 她说 阿里莎良 她说 7月1日大会送的风扇仔 玩烂了 另外 其实 那个风扇有网友跟我说 她说她充电的时候 冒烟 她说 叫我提提大家 那个风扇 怎么说 是 比较危险的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在玩 还有 这个 Yu Su Su 她说 这种证明字 给全世界看 她选择 早已经收山了 应该是退休 是的 我觉得她做什么要拆出来 因为 你其实 已经到了这些年纪 这么有钱 无需拿这些剧本 你自己拿来衰 简直是捉虫 Peter说 Sapang拍胎 一定要找 阿镜姐 这么脾气的性格 才能够相处到 你觉得她 我不想说 她对我耐性 对吗 她对我耐性 Cross over 这个 讲感情 阿镜姐和Sapang Cross over 讲感情 其实不用说 我也相当害怕 因为她 有机会 爆我 你明白吗 哈哈哈哈 到时不是 成龙捉虫 变了Sapang捉虫 我和他Cross over 是吧 修生又修皮 叫阿成龙 哈哈哈哈 这个CJ 这个是招皮 你也告诉他 想不到你和我这么好朋友 被他招皮线我 是吧 叫阿镜姐 踢爆我 他也多多少少少 知道我一些东西 但是他很聪明 他也不会怎么爆 很久不久 他会把他招皮疙瘩 小朋友要小心风扇 对了 CherryCherry 他说 支持阿镜姐和Sapang 互爆 当然不会 我很尊重他 怎样 又想说什么 哈哈哈哈 是吗 我没什么想说 没什么补充 对了 这个爆感情 那些 当然不会爆自己 对吧 更加 我觉得 他说Crossover 你死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你真是 那个CJ 你真的把招皮疙瘩 告诉你 是不是 因为 我自己爆了一点 如果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我会变另一个人 就不会这么双双双 我跟你说 呂黄说 不会爆那么少 爆很多 继续这个 Joy 梅啟明太太 她就说 你打电话给梅啟明 她叫我 然后很多网友都 因为梅啟明太太就给了梅啟明电话给我 现在我已经有她的电话在手了 你们要不要我 立刻打电话给梅啟明 难大一山可不灵 情惯此妆藏不过 哈哈哈哈 人都疯了 好了 我们继续讲 有点神经质的 她说 这个成龙在欧美地区人气神高 至于称得上国际动作巨星 但是她说 年前更加获得奥斯卡大会 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利何德何能呢 但是她说 外国影迷在心目中觉得她很崇高 想不到在龙马精神这个电影里面 这一幕竟然是重创她的形象 抵死了 她开始可谓始料不及 我觉得是不知所谓的 她说 她说 我说 你不敢打给梅啟明 打给她 打给谁 打给梅啟明 她说MIRROR小姐 可以做镜姐姐信伤 哦 OK 我不知道 但你让她给她信伤 可能她是 她跟你解决爱情的问题 Alisa亮 说 镜姐封烟进来 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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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支持你打给梅啟明的 对视频 十一说 那个铺子粉扇放在卖女生的店里 有人进来买东西 即时叫他们订阅SAPENG 和阿镜生活 谢谢 继续讲下去 那个留言是怎样呢 有个网友 外国人 每次听到这个人 Every time I hear about this man and his children It's always something awful 说真的很恐怖 He's definitely a horrible father 说他简直是一个恐怖的父亲 接着有另一个外国的网友 没有兴趣支持他 他的东西以后都不看 接着有另一个说 这个疯狂的wild man 说他是一个惹人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么多东西 有些说他从来都没有认过他的女儿 自从他跟吴尔利的女朋友有婚外情 他从来都没有跟他结婚 其实他已经结婚才跟他有婚外情 这样说 即是what the f what the f 有些网友这样说 罵他 说真的 外国罵这些很平常 他们的讨论区没有太多限制 在讨论区说粗话 现在这个就丑出国际了 另外有网友这样说 他说其实小龙女离开家在外国 搞得沸沸扬扬扬 但卓琳自从在网上发布了和他女朋友 录制求助视频 即是说去到外国找他爸爸 首次公开了自己是成龙的女儿之后 不单在国外影响甚大 现在在外国已经是引起高度的关注 但在今年的年头 现在卓琳和他的女朋友 大概很多女朋友流浪街头 那些人觉得很凄凉 消息一爆出之后就引起网民热疑 他会应付的事件受到一度关注 嚴声说他的人气 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 其中美国的一个雜誌 和英国的每日邮报 还有日本的日韩体育报 等等多个国家 陆续报道 成龙和卓琳的关系 我觉得如果引起国际的关注 其实可能中央会不会插手 成为失德的艺人 因为你是搞婚外情 而且你不认自己的女儿 这样也不是失德的艺人 应该继续给外国关注 知道你内地不是管理那些失德的艺人 成龙做这些事情 他做不是失德 然后这个美国的报导 他就说 找出三年前卓琳曾经受过访问的内容 他说当时他叫成龙从来没有在他生命之中存在过 卓琳说 我也不会当他是父亲 更加不会叫他爸爸 我只是觉得他是演员 日本媒体有网友表示 卓琳这次利用了成龙的名气和声誉 他既然说没有父女关系 就不应该说自己是成龙的女儿 有网友认为他这个举动是为了钱的 就说明 画公仔不用画出场 而英国的网友的看法 和卓琳的妈妈不依利一样 认为卓琳已经大过女儿 应该去找一份工去养活自己 30岁的女友应该承担大人的责任 自力更生 事件发酵到 对于国际享有成名的成龙 这是一个致命伤的打击 家丑就外存了 现在这件事已经不是外存那么简单 已经是坏事传千里 国际皆知 所以无论事件结果是怎样 对成龙的声誉有一定的影响 据了解 昨天成龙已经坐了个私人飞机 正在赶紧去加拿大 那去加拿大做什么 可能有后着 找卓琳 我认为不会 他这样厚面皮 他不用向临奉嬌交代 所以整个剧本 这套应该不受 还是这个 当是宣传的伎俩 进去看看他如何扮持父 捉虫 丑出国际 但你不要忘记 内地有翻版 很多线上看 哪有那么有空 暗河包去看他 扮持父 已经听到他做这些 已经不想支持他 所以这套一定是坏的 好了 任何事都是因果 又说一下这个 那个网友 他在说这么多 爆这么多料 那个鬼王 你现在又不进来 我等着他电话 707-3-3-4-5-4-1 刚才那个 Lowhow out 总之 那些网友 觉得他 玩女人就是不对 我看看 何时遲早 中央政府 标签成龙 是失德艺人的 因为现在外国已经受到国际的关注 成龙的行为是很多世界道德价值观 大家都很一致 觉得他做的事是非道德的行为 好了 那我们说下另一个 有一单本地新闻 就说他是自称鬼王的网红 去年 就全方法真人 示范 如何去特训班 收费是接近1万元 美金 美金就是七皮几叶 教那些男人 如何去追求女生的技巧 但刚才那位网友 就说他不是教人追求女生 他教人吃女生 追求女生 追求女生和吃女生有什么分别 吃女生 就是要 如何跟他上床 叫做吃女生 如果追求女生 要培养感情 要个人真心 和你get connected 有很高的难度 如果追求女生 一晚站一晚 任何专辩 你成功的就是一晚站 你不成功站了一晚 就没人展示你 但追求女生 就要花很多心思 如果她是追求女生 在那些什么地方认识 又或者在Apps认识 都要花心思 如果以前的人很喜欢去酒吧 在酒吧里聊 如果去酒吧 你吃女生就比较容易 因为你见到真人 有些女生都很随便 她见到你 你也挺有趣 接着你又可以说说大话 说大话 说我在哪里做 你知不知道 杀那个港龙凶姐的儿子 在酒吧里说自己天花龙凤 一旦又说自己青年才俊 富二代 会任你吹 所以你说食女 当她说大话 别人相信你 那她是否跟你回家 或者你去哪里 开个房子 这些是我是剧情 自己认识的 也是看新闻 我自己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因为我 我有一些潔癖 尤其是在这方面 他说 Peter说 扣女本钱大 即食足够经济 威丽旺 他认同沙扁的看法 人生不一定要拍拖 成虫 我家人也不满意她 她是一个抛妻戚女 好 我们继续说 这个鬼王 报导说他有个抛妻 萧丽旺说 成虫整个PK很认识她 哈哈 看看沙扁 真的很开心 Alan愿 谢谢 那你介绍多些人看我 好吗 那你说这些juicy八卦东西 当然好笑 谈谈Coco 即自杀 她说以前有位台湾Nancy同事 常常帮他们追求孩子 在祖明小时候 经常见到她 带着她 OK 好 继续说 她怎样教别人食女 大家看看 她说鬼王涉嫌要求他们 教大北的形象改造 有没有用形象改造 当然有 先敬罗以后敬人 你追求女 一定要 她的样子不能太坏 尤其是香港女生 是非常现实的 一看你 她看你 最基本上 你要整齐 而且你不能太傻 如果你 喜欢我的笑声 多谢 你要装身的 你穿了衣服 起码你有自己个人达色 例如你是斯文的 例如标的方面 又或者 可能有些人是淘宝的 你明白吗 女生会看自己 拿手袋 手饰 等等 但男人 会看车 有些人会租车去追求女 我以前的同事是这样的 他买不买到楼 最重要是有战车 就是扣女 甚至乎 你不是普通私家车 也好 电单车 他们都是这样 很多都是这样 Junior 男生 由Junior 找到少少钱 剩到少少钱 他就喜欢买一辆车 甚至乎电单车 也是 但駕駛的男生 都有他的受欢迎程度 这些我听他们说 有时做完事 如果大家没什么做 就跟他吹吹吹 说一下这些话题 了解一下他们的心态 有的 Lisa亮说 沙烹你喜欢 梅启明多些 还是成龙多些 其实 我 当然 觉得梅启明 没那么讨厌 因为成龙真的累了一个小女儿 因为成龙也不太懂得做妈妈 直接累了卓琳 但好彩梅启明 有一个好彩 被他娶得像Joey那样好的老婆 可以相夫教旨 教得儿子那么乖 所以我 我觉得梅启明 没有成龙那么讨厉 多谢美美美 你明白吗 另外 他叫他们形象改造 要装身 比如对鞋子 你走出去 那些女生 会多看你 女生和男生约会 看发型 看你会不会太老套 另外看你干不干净 有些女生 会看你手标 鞋子 西装 就算不是西装 如果是型的 会看你穿衣服 会不会太老套 除非那女生 本身 都是属于比较斯文 纯的 没什么所谓 没有说 干净整齐是最基本的 但如果他教你 追女生 他可能教你如何装身 我都可以教女生 我都可以写个课程 但我不会收约别人的 我好虚张 我少打赏 但他们很好 当晚很多人给例事 我生日的时候 很感谢有份给例事 我的朋友 如果你没有给例事 我一样欢迎 因为这个是额外的 额外的 有股自然开心 但没有的 都是很开心 因为你都花了时间 来参加我聚会 令到何其壮观 我的朋友 看到我 然后他说 你很厉害 你的网友 排队 等他入场 正常好像演唱会 我挺开心 所以你们不要太介意 有没有礼物 或者礼事 都可以 没所谓 你最重要是帮我看广告 以及帮我的影片 分享给更多人看 好吗 阿天嘉虎说 支持SAPEN 多谢你的内容精彩 多谢 现在几点 11点半 好 继续 他说 这个鬼王 被指 违反了商品说明条例 事件涉嫌两名事主 两条粉肠 就是那些小狗 然后牵涉了款項 大约是54万港币 鬼王早前在东区裁判法院 被裁定两项誤道性的遗漏 營业行为罪 裁判官说 判处被告160小时社会服务令 有没有搞错 配得这么少 他现在是欺骗 诈骗 他说 教别人追求女孩 那是否真的追求女孩 是否真的追求女孩 是否真的追求女孩 但如果你追求女孩 这件事都蛮不道德 我觉得 你怎样教别人追求女孩 就是 教别人一晚期 那些女孩是否这么随便 如果这么随便 也会传播疾病 但如果她不是这么随便 那女孩本身也想和男孩发生关系 那当中她吃旅的时候 有没有说谎 这些多谢 他说 职打赏 多谢 多谢Andre Wong 刑女 另外他说 有关控方要求裁判官 攀布赔偿令 并且要求公布由被告拿了手机和平板电脑 裁判官经考虑下 他决定攀布赔偿令和无需充公这些相关物品 裁判官指如果事主要求赔偿的话 可以自行民事索偿 另外被告判刑后又表示要重新开办案情 和要求复核裁决等等 裁判官表示被告可以咨询法律意见 又指法庭并不是被告表达诉求 或者是意见的地方 他说鬼王本身的案底不是初犯 但要判得这么轻 我便觉得判得轻 有没有搞错 这个Lohalawa 谁又打赏给我 Jacky 多谢 为什么 OK 他立刻打赏 听到我这么说 我先告诉你 是这样的 因为他说 被告在散庭后表示 会就这个裁决的申请覆核 并且说我很有信心 会做得最后胜利 即是他不知衰 即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届时也会亲自上阵 不会请律师 暂时我又会再开班 同样的课程 表明是不担心 案中的事主 会作民事索偿 喂 你法官判得这么轻 你裁判判得这么轻 他现在又重犯 即是更多人 会受到他那个 你可不可以说诈骗 我想问 即他现在教别人食女 但有没有效 还是他觉得 我教了你的课程 别人找到女人 为什么你找不到 你便按钩 你便相信他 你按钩 还要觉得他这样 接着他吃很多女 你吃女 但你什么质素 才可以 如果你够随便 你大把排队 大哥 对吧 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谁不会有拖拍 问题是你的条件 你有没有要求 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要求 你没有理由自己 你怎么说 好像咪咪姐也很漂亮 例如你是咪咪姐 但你想和人家 有点天方夜谈 不可能 但机会比较微 又或者他是男子 他教男子食女 如果你是 那个 阿世龟 你没有理由想 混合李嘉欣 除非你真的很有钱 所以 拿来搞 他现在也继续 有些人是不理的 听到他也不用坐牢 社会服务令 证明他做的事是对的 没有错的 所以继续出来 我又不想用行骗的字 但是 这个世界 不怕旧 最重要是有人受 对吧 你为什么 阿姓Bonnie 又打赏给我 我想知道 是否你们很喜欢 听这些食女的题材 为什么无端端又 这么着弱 怎样 我这里有很多女性的观众 她说Winnie你好 我又是看不到你 阿芳芳说 Winnie Quark 我肯定 你们比我的经验更加多 我平时只是催 因为我观察入眉 众人皆醉我独省 我不知道看多少人 做这些坏事 哈哈哈哈 OK 怎样 Pankai 我突然有点肚饿 其实我吃了少少东西 老实说 多谢B.H.S.B.H.S. 怎样 好吧 我先继续说 她说 怎样说 她解释 被告是33岁的 叫周柏妍 自称是鬼王 为何你不改正经点 好点的名字 她说 她修皮 食女上财片 说她修了食女上财片 那你当作咸片 是否犯法 走不过七表叔双眼 Aren Zhang 原本想睡觉 立刻醒了 为何你们很想听食女的东西 她说 成龙咸蓝 不负责任 OK 另外 不要再吃 宵夜 我没有食女的 老实说 她叫我不要再吃 应该不要吃宵夜 因为我饿我饿 好吗 OK 好 我们继续说 她说 她被控于 2002年1月26日和2月15日 分别在香港作为商户 向两名姓郑和陈的按钩仔 消费者作出这个 误导性的遗留 营业行为 立刻向两人以不明确 难以理解 陷糊和不适时的方法 去提供重要的资料 什么重要的 教别人食女 怎样 重要的资料没有提供出来 即是怎样 譬如说 怎样说 因为我记得 阿Lohalau 有上床片 但事主没有控告她 那就不算犯法 当然 因为抗球没有被人控告她 强奸入罪 因为那个女事主没有报警 真可憐 我在这里呼吁大家醒一点 白淑淑看到我 哪个 你看十一 方方说 我继续说一下 这个她说 即是两个人分别被告所提供的约会的课程交了38200元 为什么这么宁丁的呢 我想知道 她说 这两个 声陈 和声 正 她说 两个 叫人交他约会 胆大 心 面皮 你叫了她 是不是 你真是 假扮 偶遇 那些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你看电影都有 你看周星驰那些洗鬼 在网上线上看 不用钱 如果要看的话 你看周星驰是怎样追求 谁是钟离提地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她说 哇 约会的课程 就要加3万8千多 还有7万6元之外 还要分别缴交10万元 和33元的款項 去购买服饰和衣服的 哇 你带她去那些地方买衣服 都不知道有没有收过那些地方的 commission 从中再落格 当中声陈 更加 是交出 包含了一款 由被告认可的奥美加手标 奥美加手标 要这么贵吗 否则 两个人将会不容许 参与上述的课程 将她旧的奥美加手标 旧的带了的东西 她买了来 说这个真是不得了 麻烦了 还有什么男生会相信这些人 觉得她真是购乱女 你看她的专容 说实话 我现在的样子 阿七表叔很容易被人认得 我不太敢下去 这个油尖旺 老实说 哈哈哈哈 是吧 是 他一定是 鬼王在YouTube有个台 可以自己了解多些 是吗 我其实不会花这些时间 你未见过阿七表叔 追求人 为什么呢 我以前在国泰 我追求客人 我在客之中 有男子女子 但只限于追求他 哄他开心 我就不会有任何 further action 因为我都跟他说了 工作就还工作 但你说了解客人的心态 我这个是很耍家的 我是很容易令人开心的 所以如果我肯 将这个代客之道 引用到我的感情生活 我当然是OK 但我不要这些东西 他说这个女王都不敢跟我一起 他说 我狠狠上广州 他说这个姓陈和姓郑 OK啦 你放心吧 女王 他们不会攻击你的 对吧 他知道你有保镖的 你明白吗 有些少林子功夫在保镖的 你们呢 如果见到女王的话 你 他说什么 鏡姐 他怕了我 你放心 他有保镖的 怎么样 Winnie Cor 那天他们很多都见不到对方 Anyway 他说 他自己就去买个Omega的标 你有够姜 你买个Low 或者你买Panarail 我以前那些同事 有很多男生都买Panarail的标 都没有这个努力士那么贵 但是有型 以前比IWC流行 我不知道IWC现在流行不流行 但是Omega 他要买这些 有没有品味的 你够得买的 白鸟 哥斯丹顿 这些叫追女 大哥 你跟我吧 对吧 我不用收你这些东西 你给我找一百个人 新订阅的话 我即时教你这些 首先你要熟读明镜 就算你自己不带的话 你懂得说 哥斯丹顿 白鸟 名标 努力士 还有什么 Submarine Datona 全部模特儿都熟 你跟女生 脆 你又说带她去shopping 然后给她甜头 很多 我看我以前公司的那些人 那些男生如何追女 我看在眼内 有时候那些女生 被他哄完之后 他会说出来 但事后才知道原来要找笨 你知不知郭泰当时有个老总 有大年纪的 他找个年轻 那他怎样呢 因为他的前度就是跟我同一班 那女生 新的女朋友 比较年轻很多 他说IWC 他说现在很少人带 对了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很少出街 我自己喜欢某个品牌 某一两个品牌 他说今晚 哪个 Cathia 今晚看到你八个月前那段片 当时非常乐望 幸好你身边有个知己支持 否则没有了今天的沙瓶 我不敢说 他是我的知己 他是我良私亦友 谁呢 这个CherryCherry 他说笑死 为什么呢 那个年轻人很开心 他就说 哎呀哎呀 谁送一张锹给我 送了努力士 然后呢 我的同班同学 在国泰一起训练 他就说 超高的锹 我分手的时候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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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同学是他的前度 分手的时候 给他一张锹 我不要 勞力士 然后那个男孩 就拿一张锹 送给另一个女孩 那女孩 那女孩 可能有很多女孩 就觉得 哎呀 很开心 始终都是名牌锹 但是 如果你省水的话 你知道 哇 来历 原来你的前度 这么便宜 对吧 你有性格的话 当然 人一定 你要把自己 upgrade 你才有资格 你再要求好些 如果是我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什么时候都有一句说话 你选人好 人选你 打死也不要随便 打死也不要随便 落情关 哈哈哈 我觉得 除非你很随便 你不怕被人伤害 如果你是认真的 即是说真的 有些人很随便 隨便 睡了一晚 拜拜 是吧 OK 我觉得 但是 就算是一晚 也可以有要求 你站一晚 一晚 你也可以有要求 你不是完全没有要求 我相信 这里的网友 应该很高质素 第一 不是随随便便 我身边的好朋友 都不是随便 因为我有个朋友 很多人追 但他自己也不会随便 他说别人送东西给你 不一定要的 这样说 OK 对 可以不要的 有性格的 还要有前度 对不对 他说 令缺莫难 然后Kathy就说 你很多知己 阿镜姐 和阿宝莲 阿宝莲也是 说话 明晚我就去阿Don做节目 我和阿Don已经约了 其实 我都要找一下阿宝莲 其实他不喜欢别人叫他宝莲 你们想死 看你自己选择 OK 他说 阿芳芳说 是 令到我们所有的网友都很开心 OK 阿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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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一晚都要付出代价 一晚都要付出代价 但我觉得 一天晚上要来做什么 对不对 其实我听过朋友聊天 他说 如果一晚的话 即是女孩子 他说 你一晚完后 你心里更加空虚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是宝莲登 他说 两个人就不会再决定 如果没有接触这个营业行为 因为导致和相当可能导致两个人作出交易的决定 他说 他说 香港海关不良经营首发调查第一组指挥官 他表示 这个案件是海关手中调查网上销售约会技巧的课程 不良的营业手法案件 他欢迎裁决 认为判刑有阻害的作用 对业内不良的分子有清晰明确的指示 海关也会严厉的执行 绝不孤识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们真心想这些课程 其实很应该想一些礼仪班 有些比较高级的礼仪班 譬如说 你去吃饭的 那你的餐刀哪个手拿刀哪个手拿叉 有些人可能这些事不知道 吃西餐 你究竟的匙羹向入筆 或是向出筆 其实这些是有standard的 谁啊 Kathy说 从来都不接受一夜情 其实我相信 有一件事 我很相信 情内自有方 哈哈哈哈 除非你 他在说吃女孩 那就不是情 什么什么 不要这么早和别人一起 教孩子也是这样 不过我不知道 现在有些人用apps来追求女孩 我觉得真的很不习惯 他说灵气逼人 大家要支持阿Don 我多谢Jer 左手用刀 OK 那么有趣 可能左腰 OK 哇 这么久了 我现在去下一条影片 说这么久了 哇 真是奇怪 你们很喜欢听吗 不如下一条影片 说下 新闻报道 大佬 接着说抑鬱症的百字架局 好吗 嗯 嗯 说些juice 你们就很开心 对吗 OK 哇 真的 这么多人 来到今晚最后一条影片 还有这个欣赛语 尺寸 就是 除了这一条影片 这一条影片 有什么意见 就是 幸好我不想 我从来也不想要好 在拍拖 所以到我简陋的一条影片 你明白嗎 因為我不要說太多自己的事 很危險 她說 智慧之寶 什麼 漁夫寶的意思 鏡生活沒得頂 你們是不是很多人在鏡生活走過來 歡迎你們 記得我在預告一點點 下一個影片即將會有天王巨星和鏡生活的主持人鏡姐和柏芝 他們有些花絮給大家看 你們想不想看他們的活動 平時的生活 他們的交集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 見到兩個美女 她說 有沒有Channel Event看 Channel Event 其實她不讓我拍 但拍了幾張照片 她只是說Storytelling 說她的傳承 Crenette 感情順其自然 我原本想唱情內自有方 但因為我的喉嚨也不太舒服 免得趕一下吧 OK 這樣吧 我剛才透露了一點點 女王給她的emoji很開心 即是她不介意我 透露了這些東西給你聽 事實上下一條影片的確在鏡生活 柏芝會再次出現 這位天王巨星 和她的經理人的感情相當好 所以鏡女王 但我有點奇怪 她叫鏡姐做BB 哈哈哈哈哈哈 她叫她做BB 我這些是一些批頭 怎麼會叫她做BB 這是她們兩個人相處的方法 如果你日後再想看多點張拍子和女王 鏡姐 他們的相處 你一定要訂閱這個鏡生活 如果你不懂 我現在教給你 不要太長了 下一條影片說 OK 先看看 給了一條link 然後就 免得人們不會按進來的 太長了 好 我們待會見 謝謝 拜拜